先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之前我们老爷机的视频却硬件做不成 但是经过各种各样的努力 我们现在终于找到哥们儿了 硬件已经差不多凑齐了 所以20年PC的下集会在5月份和大家见面 在这之前 NV给我们寄了一台1660Ti的笔记本 移动版的1660Ti刚上市 定位也是甜品级别的 考虑到之前的1060已经流行到了烂大街的地步了 常年霸占Steam的硬件宝 我感觉同样定位的1660Ti 以后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老乡时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测试一下 看看这个1660Ti的移动版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吧 这台机器是机械革命的Z2 采用的CPU是i7-9750H 9代U配16系卡 这个配置新的不能再新了 但模具外观还是原来那一套 长得和老款是一模一样 等我们把这个机器拆开看看散热 上一代Z2是i7-8750H加1060的配置 画了三根热管压住的 这一次还是三根热管 但是布局有一点点不一样 底下这根热管稍微弯出来一点点 留给显卡的热管接触面积比之前稍微大一些 从散热底下安排的元件来看 这个小弯钩应该是用来分摊显卡供电部分热量的 把散热拆掉就可以看到核心了 这个就是移动版的1660Ti 它的硬规格和桌面版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TDP 桌面版的1660Ti给到了120W TDP 而移动版的TDP是80W 之后还会有Max-Q版本的1660Ti进一步降低到60W TDP 这个状况和当年的1060也是差不多呀 1060也同样是从120W降低到75W 再降到Max-Q的55W 从TDP来看 1660Ti就真的是1060的继任者了 这次1660Ti用上的图灵架构 虽说是图灵 其实阉割掉了光追和DLSS 这一刀下去代价有点大 索性图灵架构本身相比PASCA也有一些效率上的改进 比如说辅典和整数运算可以并发执行啦 再比如说引入了统一缓存架构 从我们之前对20系卡的测试来看 这些改进在传统项目里并不能体现多少优势 但是在DX12的新游戏当中效果还是有的 另外就是VRS 可变着色技术 我们之前在介绍2060的时候详细的分析过这项技术 它是通过简化暗部的着色细节来提高性能的 这个功能在1660Ti上保留下来了 你已经可以在德军总部2里开启这个功能了 不过其他厂商好像对VRS没有像光追和DLSS这么热情啊 有点可惜 我觉得VRS才更应该被重视 因为它既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单元 也不会像DLSS那样造成画面的模糊 这个才是真正讨巧的优化技术 除此之外 1660Ti相比1060增加了一部分的CUDA核心和纹理单元 并且换上了GDDR6的显存 具体反映到性能上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咱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来看一下表现吧 我们今天主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移动版的1660Ti 比起移动版的1060强了多少 第二件事是移动版的1660Ti 比起桌面版弱了多少 对比机型是8700K加上影驰1660Ti大将的台式机 以及联想的Y7000配备了i78750H和10606G 首先来看一下3DMark FSE比较传统的项目测试的是DX11的性能 移动版的1660Ti跑出了6693分的成绩 比起前辈1060大概强27%吧 新卡在FSE里的表现普遍不怎么样啊 我们继续来看看Time Spy 移动版的1660Ti在Time Spy里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图形分5530分 相比1060的移动版提升了48% 这个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 与此同时 移动版的1660Ti差不多可以达到台式机桌面版的86%的性能 算是符合我的预期吧 毕竟移动版的TDP只有桌面版的67%而已呢 作为娱乐呢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娱乐大师总分37万4 显卡得分17万8 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1660Ti的笔记本玩一些目前流行的游戏有没有压力呢? 我们挑选了四个现在比较火的游戏测试了一下 第一个是Apex Legend Apex由于采用了起源引擎 所以它优化 做得还是不错的 我们的侧重点就不是能不能玩了 而是能跑到多高的帧数 咱们使用的是最高特效加6GB VRAM的设置 在1080P下 1660Ti可以跑到接近120帧的帧率 这对于一些采用电竞屏的笔记本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不过Apex这个游戏在跳伞阶段压力会稍微大一些 帧数会比玩的时候稍低一点 为了解2K屏的机器能有怎么样的表现 我们也使用外接显示器测了一下2K分辨率 移动版的1660Ti平均可以跑到83帧 反正这个游戏的优化做得还是不错的 玩起来基本没什么问题 第二个游戏我们来试一下全境封锁2 这个游戏本身挺不错但是优化真的是做得很一般 相比一代感觉画面也没什么进步嘛 配置要求也还是有点高 1060的移动版好歹也是当年970的水平 那会970玩一代还能勉强流畅呢 到了二代这里1060全特效跑1080P 也不过是平均46帧而已 表现实在是撑不上多好 换用了1660Ti之后 1080P可以保持在60帧以上 算是流畅运行了吧 但在我看来这个游戏理应有更好的优化 2K分辨率就更不用说了 不管是1060还是1660Ti都玩得很勉强 最好还是降低一点画质吧 第三个游戏我们来看看最近很火的《知狼》 《知狼》默认会锁在60帧的帧率 但我们可以通过小工具来解锁144的帧率 这个对于使用电竞屏的同学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知狼》这游戏很考验操作和反应时间 高帧率或多或少能给你带来一些优势 也许能让你少死个几次啊 没用的 鱿鱼就会败败啊 不得不说 宫崎老杰的游戏优化都做得挺好的 哪怕是1060全开特效 1080T也能跑到60帧以上 就更不用说1660Ti了 移动版平均可以跑到90帧以上的帧率 表现还算不错吧 开了2K分辨率之后 1660Ti也能跑到平均61帧 这个死字跳得还是很流畅的 最后一个游戏 我们来看看压力非常大的刺客信条 奥德赛 奥德赛就不留任何情面了 1080T特效全开 即便是桌面版1660Ti也很难保持60帧 1060的笔记本平均35帧 1660Ti的笔记本平均49帧 建议还是开个中特效玩吧 2K分辨率就更惨了 30帧能玩就不错了 你就当是看风景吧 从游戏的表现来看 基本上1660Ti的移动版相比 1060的移动版提升大概在30%-40%左右吧 部分特殊情况下会有50%的提升 作为1060的接班人还算是合格吧 而移动版的1660Ti相比台式机的1660Ti 普遍可以跑到后者80%-90%的性能 但是性能壮不壮是一方面 耐不耐久就是另一方面了 我们连续跑个几轮Time Spy 考一下机 看看移动版的1660Ti 在这台G革命Z2的机器上的频率和温度曲线 这个机器的耐久表现还算可以 一上来就是1620的Boost降低到最低也就1560的频率 GPU温度最高73度 不过这个只是游戏模式而已 G革命这个机器还配备了一个Turbo模式 说是Turbo 我看还不如叫狂暴模式比较好 因为一上来就感觉这笔记本就跟波音噪音一样 这个噪音简直就要起飞了 我觉得你的室友确定是要报警了 开了Turbo之后会把电压从0.8V提高到0.85V 已经很接近台式机的1V了 频率也会增高100多M 在这种状态下再来跑一下耐久测试 这次就走远了 Boost一开始就可以飙到1755Mbps 5分钟之后会最低降低到1635Mbps的频率 还是比游戏模式的最高Boost要高一点 但是这个代价就是温度最高会飙到79度 已经快要接近台式机显卡的温度墙了 顺便我们还做了一下双烤 GPU这边Boost降低了几十兆 温度还算正常 但是CPU部分就飙到了95度以上开始降频了 最终双烤的频率保持在了2.7G到2.9G左右 那么Z2这个机器的调校还是偏激进型的 最后我们在Boost的模式下进一步用OC Scanner 给显卡抄了一下频 又往上拉了100多Mbps的频率 我们看看移动版1660Ti的极限大概是怎样的 超完频的1660Ti跑出了Timespy 6084的图形分 虽然还是干不过桌面板 但已经比较接近了 再往上超的话 80W的功耗墙就顶不住了 当然了 笔记本超频就是图个好玩嘛 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请供参考吧 从今天的测试来看 1660Ti的移动版还算合格吧 相比桌面版没有阉割太多的性能 搭载这套新配置的机器 比较适合用1080P 120Hz的屏幕 跑一些竞技游戏 或者在一些大作里面 要求高的游戏里面 跑到1080P 60帧 目前用了1660Ti的机器都是刚刚上市 普遍定价都在七八千左右 当然也有很神奇的厂商 卖到了6000块钱的 也不难看出来 这玩意儿就是用来替代1060的 如果你之前打算买1060的笔记本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奔着1660Ti去了 感谢收看本期1660Ti移动版的简评 节目的最后也别忘了我们的打折优惠 去买东西爆极客弯就给优惠 这次除了之前合作的大耳朵电竞馆之外 我们也和卓威官方PY了一下 在他们刚开业的天猫旗舰店 ZOVE GEAR旗舰店里 你已经可以享受到极客弯的专属优惠了 我看了一下优惠力度好几款都可以做到全网最低 而且都是利捡优惠券的形式 不需要返现 如果你正好想买卓威的屏幕和外设 不妨就去咨询一下客服吧 爆极客弯就给打折哦 下期视频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老爷机的下期了 这个项目真是多灾多难 也希望大家且看且珍惜吧 老爷机古董硬件真的是不好折腾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